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历史上的唐朝 说起唐朝,人们的印象和认知 时常会停留在隋唐演义 唐太宗李世民以及那广阔的版图上 实际上唐朝还发生了很多精彩的历史和事迹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唐朝常见的说法是有20位皇帝 但是各位看官如果有唐朝的死忠粉 想要算上被追尊的12位皇帝 和只在位一年不到的傀儡皇帝李崇茂 前废帝李允,后废帝李玉 以及认为武则天时期也算成唐朝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全部加起来唐朝一共有36位皇帝 唐朝从建国到灭亡为止 存在约290年 如果你想要除去武则天时期的话 那么唐朝大约传承了275年 唐朝的领土面积从一开始的一统天下时 领土面积达到大约400万平方公里 随后因为在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的执政期间 不断地对突厥、突玉魂和西域诸国作战 唐朝的领土面积在唐高宗李治的时期达到巅峰 约1200万平方公里 随后在武则天时期 因为他连续废掉两个礼堂皇帝 自己称帝国内局势动荡 后突厥又突然崛起 从公元685年到公元705年的这20年里 唐朝的领土面积只剩下大约6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但随着唐玄宗李隆基的在位期间 唐朝再度崛起 唐朝的领土面积达到约900万平方公里左右 可随着安史之乱之后 唐朝的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常规领土面积只能维持在约250万到350万之间 随朝末年 因为随阳帝滥用名利国利 使得百姓们生存不下去 只能起义造反 所以在公元617年 随朝唐国公李渊便在晋阳起兵 半年后攻下了长安 并且扶植随阳帝的孙子杨幼 为傀儡皇帝 第二年公元618年 随阳帝死后 李渊便让杨幼善让皇位给自己 国号为唐 唐朝建立的初期 领土只局限于河东和关中 但是随着李渊派遣自己的儿子李世民 李建成和李渊吉不断地对外征战 逐渐地消灭了所有的割据势力 于公元624年一统天下 随着天下平定 李世民的阵纪和军功都远远超过太子李建成 李建成只好联合自己的弟弟李渊吉 处处排挤李世民 而李渊的暧昧不清 优柔寡断也使得他们的争斗一步一步的升级 终于在唐朝一统天下的两年后 公元626年7月2日 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玄武门附近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其王李渊吉 李渊便让出了军政大权给李世民 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 并且李渊下诏 所有的事物无论大小都由太子决断后 再奏报给我就好 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 善让皇位给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十分重视老百姓的生活 例行节约 劝科农丧 减轻赋税 使得百姓们得到休息 并且李世民的争冠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农工的同时 鼓励商业的王朝 李世民对于群臣的建议也是虚心纳贱 以文治天下 注重人才 进一步的完善科举制度 改革三省六部制 对外吞并东突厥薛颜陀 突欲魂西欲诸国 并且尊重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使得民族融合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公元六七四年 唐太宗李世民被回和等族 拥戴为天可汗 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领袖 不过在唐太宗晚年 苦恼于太子李承前和魏王李太的争斗 结果两个人都被废掉 而让晋王李治成为太子 唐高宗登基之后 秦于正式又攻灭了高高利 唐朝的版图也在他的执政期间达到顶峰 唐高宗开创了永辉之志 唐朝的人口也从布满三百万户 到了三百八十万户 好景不长 因为唐高宗李治患有头风之急 就让皇后武则天处理政务 因此高宗与他并称为二圣 权力也逐渐开始被武则天掌控 唐高宗去世后 唐中宗李显继位 但五十五天之后 因为其庸弱无能被武则天废掉 扶植唐瑞宗李诞成为他的新傀儡皇帝 又在六年后 公元690年废掉唐瑞宗 武则天自己继位为帝 改国号为周 虽然他是女帝 但是武则天擅长权术会用人 所以在他的手底下贤才辈出 并且在科举制度上开创出电视和舞举 而佛教也在五周时期被大力提倡 不过在公元705年的时候 大臣们发动政变 逼迫武则天退位 唐中宗李显复位 唐中宗复位后 立刻恢复了唐朝旧职 发展与吐蕃的经济文化 保证了边疆地区的和平 但也因为唐中宗立为氏为皇后 使得为家和武家形成一个专权的集团 唐中宗复位后执政四年就死去 为氏就立李重茂为傀儡皇帝 伟皇后专权 同一年公元710年 前面第二个被武则天废掉的皇帝 唐瑞宗李诞的儿子李隆基 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 杀死了伟皇后 伟皇后死后 李隆基的父亲唐瑞宗李诞 也再次成了皇帝 因为李隆基立有大功 可是唐瑞宗的长子是李承契 他们两个都有被列为太子的资格 唐瑞宗也为此发愁 这个情况多么像当年 李诗明立有大功 李建成是长子的时候 但是他们的结局却好很多 因为李承契主动向唐瑞宗提出 国家安则先敌长 国家威则先有功为由 辞让太子之位 李隆基当上太子后 开始与太平公主争斗权利 但随着唐瑞宗禅让皇位给李隆基 李隆基又发动政变 杀死太平公主和其党羽 成为太上皇的唐瑞宗 得知消息之后正式把所有的权利交给了李隆基 于是27岁的唐玄宗李隆基成为了大唐帝国真正的主人 比当年28岁当上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明还年轻一岁 李隆基铲除政敌之后 开始整顿大唐帝国 建立了考察制度 精简了官员 节省国家的开支 在军事上将辅兵制改为募兵制 解除了各地人民到边疆守卫之苦 还收复了辽西 河西 西域和塞北 在经济上打击强豪 没收和查出那些被强占和隐瞒的土地以及农户 再把这些土地分给其他农民耕种 使得经济也回到正轨 李隆基在位前期因其历经图治 唐朝得到了忠心 史称开元盛世 人口也达到了800多万户 不过也因为唐玄宗设立的节度史制度 使得外臣和地方权力过大 为日后之祸埋下了隐患 在唐玄宗执政的中后期 因为国家无事 只得一满 开始享乐 不再过问朝政 又被奸向李隆府蒙蔽了耳目 长达19年之久 使得朝政败坏 李隆府死后又出现了宦官干政的情况 不仅如此 因为节度史的制度而导致地方手握重兵 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 史称安史之乱 并且在叛乱的第二年就攻入了首都长安 唐玄宗逃到了成都 而太子李亨称帝 唐玄宗成为太上皇 安史之乱从755年开始长达八年 但其实安禄山在叛乱的第二年 757年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唐素宗在战争初期 因为拥有郭子怡和李光碧等名将屡战屡胜 但是因为猜忌不下而导致战事九托不下 直到四年后761年 判军内讧 这本来是个好消息 但是唐素宗也在这一年病重 无法治理逃政 第二年唐素宗死去 唐代宗礼遇继位 直到第三年 安史之乱的余念才全部剿灭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社会混乱 反正割据 中央王朝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减弱 经济重心难移和边疆不稳等等的后遗症 在公元763年 安史之乱结束的同一年 吐蕃入侵 长安再次被攻陷 不过在郭子怡的领军下 15天就将长安夺回来了 唐代宗的在位期间 改革了税收 曹韵 严价 粮价等 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唐代宗死后 唐德宗 李阔继位 在执政初期还是十分清明的 制止宦官干政 和实行新的税法 但是因为他尝试削藩 而导致奉天之难 长安再次被攻陷 朝廷威严扫地 皇帝又开始重用宦官 藩政割据的局面 也进一步的恶化 唐德宗死后 唐顺宗 李宋 继位 但是在位不到一年 就善让皇位给太子李淳 然后病死 就这样 唐宪宗 李淳 登基 在执政初期 历经图治 重用贤良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长室削藩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收复招降了西川 河北的藩政 平定了淮西的叛乱 重振中央朝廷的威望 历史上称这段时间为圆和中心 可惜唐宪宗执政后期 开始志得意满 变得娇持起来 还想追求长生不老药 在公元820年报死 接着经过了唐穆宗和唐靖宗 这两代奢侈荒淫的皇帝 和尝试铲除宦官 但是失败被软禁的唐文宗 唐武宗李延继位 对内削藩和打击损害国库收入的佛教 对外击败回合 加强中央的权力 唐朝得到中心 但是他在位六年就死去 随后唐宣宗李晨继位 他接着整顿官吏 抑制外戚和宦官的势力 并且勤俭治国 减少税收 还将被唐武宗封杀的佛教 再次推崇起来 军事上击败吐蕃 收复和黄 安定塞北 平定安南 延续了唐武宗的中心 还得到了小太宗的称号 不过在859年 服用了长生药中毒而死 随后唐朝又经历了 唐义宗和唐西宗 这两代一个沉迷于酒色 另一个死于唐末战乱的皇帝后 来到了唐昭宗李晨的时代 执政期间尝试挽回唐朝的颓废局面 制定了平定四川和河东李克用的计划 但是都没有成功 反而让唐朝的最后一点力量损失殆尽 蒸发的失败 使得唐昭宗威信全无 在唐末成为风云人物的朱温 挟持了唐昭宗 又将他杀死就这样唐埃帝被朱温扶植 成为了傀儡皇帝 朱温本来打算一统天下之后再夺地位 可是因为出征失利 所以提早在公元907年逼迫唐埃帝 善让皇位 改国号为良 就这样唐朝彻底灭亡 好了谢谢大家 我是Epic Shark 我们下期再见